Hello大家好 前几天的时候 厨房里面进了一只四条腿的狗木蛇 在偷吃这个剩菜剩饭 现在天气慢慢在回暖 这种狗木蛇就会出来晒太阳 还有寻找食物 之前狗木蛇一直都在冬眠 可能是这种狗木蛇已经在洞里面饿了有好几个月的时间 现在出来非常的饿 在寻找食物 就跑到这个厨房里面去 因为这种狗木蛇呢 虽然说它是没有毒的 但是摇下还是非常的痛 为了防止这狗木蛇再次进这个厨房里面去 我今天准备了一些饭 准备去喂一下这个狗木蛇 让它以后就不要来这个家里面 因为厨房后面就是农田 所以说这个狗木蛇就是从这个农田里面进去的 我一出来就看到在这个位置 看一下看一下 有狗木蛇在这里 现在它就在这里晒这个太阳 看到没有 在这个位置 这条狗木蛇看着就是非常的瘦扁扁的 看一下 先拿个饭给它吃一下 前几天也不知道是不是这只狗木蛇进去的 丢下去之后它看到了 不过丢到那个洞里面去了 再喂一个个 这只狗木蛇你看 它不会走啊 丢到上面去 哎 吓到了 跑到这个木板下面去了 我们先放在这里啊 在还有那边还有很多 我们继续 刚才在这个底下 这里一个洞里也有跑出来一只也放得下去吧 放一堆这里应该过来吃蛮久的吧 这里这里这里我看到有一只趴在那个木头上面 好好像听到我在说话了 现在在动了 现在在动了 爬到那个石头下面去了 我们再走人去看一下 看一下在不在那里 看得到那个草在动了 看一下好 好 在这里啊 这种狗木蛇速度爬得非常快 看好看 它装到这个洞里面去了 露出来了 这个位置也发现有一只 看见 在这个下面 还有两只 看到 刚刚我一说话 它动了 一只跑进去了 然后这个位置还有一只 这里 这里有一只 这只更小一点 它不动 看一下 哇 这边又一只 看一下看一下 在那个洞里面爬出来了 哎 又在动又在动 这个位置 刚刚看到有十几只啊 把这些饭全部放在这边 让他们来这里吃 吃饱了之后 他们也就不会到处乱跑了 刚才我去把这个饭喂完之后啊 回来就看到 第一只狗木蛇现在又出来了 而且还在吃这个米饭 看它的嘴巴上面还叼着有剩饭 这样的话 这个狗木蛇以后吃饱了 肯定就也就不会来家里面 偷吃这个剩饭剩菜吃了 像这种狗木蛇 在里面家乡有没有的 好吧 这些视频就录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